大家玩过去台湾东华 在和国民党丐严商变的时候 其中有一句话到今天 大家还有感觉 叫做人民全胜利 人民全胜利 马英九这次九月真正 没到最后边 内阁倒过不过 因为他就是他的政党 国民党总统和行政业中 全胜利 但是我们就问一下 就算你胜利 辈子的经济 落泄既然他们的生活 有胜利吗 这不是你们做总统做行政 你应该关系的吗 不是这样子吗 我们这里切下去 给各位介绍现场 第一位政策学家罗志正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立委 刘文雄 是 大家好 资深公寓人士 张旭忠 郭兄姓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 康仁俊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 咱们的 周年华 主持人 郭美翁秦大家好 是 专举经济成长停滞 但是 僵持16天的美国财政僵局 总统欧巴马能不能给全球经济 带来一线的曙光 另外 因为九月政争 今天将以化六度半度施政报告 明天能不能顺利上台呢 大家来看来 台湾 美国两国 政治僵局的最新的发展 美国倒债 全球经济风暴的大灾难 在众院的意识垂下宣告暂时化解 参众两院赶在17号大线前最后12个小时 有如赶火车的打通关卡 火速在倒债倒数一个多小时前 表决通过将展延活债的提案 送交总统欧巴马签署 我们会全力来协助江院长 可以上台一线报告 我们不会跟民进党去打架 打架是国会暴力最坏的示范 国民党大党兵林洪池 拿捏发言尺寸 避免刺激民进党立委 因为周二民进党团提出了 倒戈案被封杀 蓝营都嗅到 绿营不打算在杯葛 僵硬化作施政报告的氛围 我竟然没有通过 他现在是合法的行政院长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继续在 在咨询台上做台湾民众 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也就是说立法院是有在运转 但是一般民间认为说 你没有让他上台 就好像就空转 我感觉到多数的党团的成员 都希望赶快能够进入另一个战场 就是进入总咨询 我相信他是信息的 只要我们强力的咨询 他一定会原形毕露 明天在江北上台以前 我们前景党员成员 会开一个记者会 来说明我们这一次 九位战争 以及马江集团如何匪心乱政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 进入另一个战场 是 资政兄你是刘美的 你台湾也参加政典 就问一下 这一次就算倒戈没有成功 马英九说我们全胜利 江一华 解决了台湾民众最care的经济问题吗 其实当天这个倒戈案没有过之后 我们看到一个电视上的画面 让大家觉得相当的不以为然 就是当国民党立委跟江一华 之前通通抱在一起 好像庆祝他们胜利的时候 其实对一个台湾的民主政治 一个很大的讽刺 别忘了在这个之前 立法院的这些国民党立委 是怎么样批判江一华不尊重立法院的 结果完了之后 好像突然一间一间 所有事情都不见了 然后来庆祝他们的胜利 其实我觉得人民是最大的输家了 也就是说江一华 就过去一个多月以来 这个政府从马英九开始 如何去再搞政治而不拼经济 台湾的经济 你看10月份 它同样的 油价可以上涨 店价可以上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过去一个月 台湾如果是空转的话 绝对是马英九跟江一华这个政府 因为他们要政治上 要除掉王金平所带来的九月政争 所造成的伤害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还是要回到一个点 就是说到底江一华 就算明天可以上台的话 他能不能表示一点歉意 马政府能不能向人民道歉一下 就说抱歉 过去一个多月来 造成台湾的空转 所以台湾可能经济上 付出一点代价出来 我们想想看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阿扁时代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 很多人开始算了 过去一个月的空转 到底台湾的经济损失多少 可是这个时候没有人这样算 至少我们可以相信 过去一个月的政治经济的空转 一定让台湾付出很大的 惨痛的经济跟社会的代价 是 徐宗兄 尊公你明天有机会 看到江一华 现场江院长很大 你问 他跟你说 我们现在好好来拼经济 你怎么会问 我怎么问 我先建议 我是觉得柯建民问 你先问 我真的 如果今天在野党 我觉得民进党不乏战将 不乏口调清楚的人 不乏理念清楚的人 今天在这个 刚刚没有错 我们都看到执政党九月政争 但是到最后 焦点就回来说 你本身是嫌疑人 在那里说整部 我相信那个焦点会失焦 第二点 我只要问 如果今天 中国国民党 你们强调的大势大悲 好像要改革国会 对不对 现在到底大家都休息了 我相信把九月份这一段时间 电子媒体上电视评论了 中国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如果当初你怎么样看 国民党内部的九月政争 一个党主席跟国 你们选出来国会议长 这样的一个事实 关说一个总统的规格说 一定要换掉立法院长 另外一个是发生监听事件 一个是国家制度 一个是人权的问题 你们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觉得 有没有空转 因为一般人不了解 刚刚谁 那个立法委员讲说 大家以为说 因为院长没有报告空转 我觉得如果立法委员 你都这样感觉 我会觉得很失望 我从来没有觉得立法院空转 一定有报告不过 有什么差吗 我请问有什么差吗 没差 如果台湾人民 两代政党认退 总统在算到今天 只有行政一定没有报告 每天会也照常在开 这样说没运作 这样我觉得立法委员 对台湾人民的理解 是完全有问题的 所以今天如果 我要问 请问江院长 你给台湾人民带来什么幸福 你们中国国民党 四分之三的国会 预长是你们的内斗的结果 到今天我们薪资倒退十六年 请问江院长 你今天讲一句话说 GDP不重要 重要是人民的薪水 你现在才想到 忽然醒过来吗 忽然醒过来吗 好 来各位朋友 但是因为内阁倒戈就不成功 所以民进党 今天 董事宫 名字 给江院话 院长赠台 特别人说 让他说 你让立院空船 不过 这是民进党的国议 厌恶 政治斗争的小老白是 他不一定 给董事宫 让犯错的 马总统跟江院话 就像他们过去 那我们来听听 别的人是怎么说 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乱就是 乱从上面开始 不是从下面开始的 这个问题要解决 就是马江一定要很诚恳的 向老百姓表示 我们过去的那段时间 我们做错事情了 我们研判错误 然后你要向老百姓 真实道歉 然后你当统治者 向人民道歉了以后 然后我认为 这个台湾的 这个政治的恶斗 这个气氛才会结束 如果我们看到的 都是漫天的谎言 我们看很多人 他每次讲的冠冕谈话 可是你知道 那个骨子里面 有很多奸诈 很多欺骗 你真的会很不爽 那有人问我 这个倒戈对不对 我就开玩笑 倒戈不对 应该是革命 执政或在野 对我来说都不及格 温雄雄 民间的愤怒 其实跟倒戈成不成功 是无关的 但是好像现在 马英九跟建华认为 我们倒戈 互盘成功 所以前面的这些事情 一整个月的 在政争 这些的肮脏 龌龊 虚伪 都没事情 穿过水无痕 是这样子吗 就像刚才两位都提到 一个是提到大吃大非 一个是提到的是 在立法院前面 这样抱在一起握手 好像大胜 我要请问 一个在巨马里面 办国庆祭典的 的元首 有什么光荣 你好歹 自我反省一下 一个被人家 用倒戈的方式 来跟你表态 来抗争你的人 你有什么好 高兴成那样子 我是觉得他们很容易 把那个情绪 从环境里面抽离 一个不会反省的政府 台湾是没有机会的 那我要请教马总统 这第二点 大肆大非跑哪里去了 你好歹也在讲 那你要不要 你不是跟王静平握手握完了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请问 那个司法官说的 大肆大非跑哪里去了 那个泄密的 大肆大非跑哪里去了 尤其更重要 那个非法监听的 大肆大非跑哪里去了 好 再来一点 最后一点就是说 当这个整个国会 已经做一个定案的时候 突然马英九在 昨天的国民党出场会说 你看民进党霸占发言台 所以我们家英化不能上台 对不起 请把录影带拿出来放一下 王静平说 我们在施政报告 请行政院家英化院长上台 他神经病了 他没听到 所以我说他是个木偶 为什么 后面那个老板 甚至不吊一下 他不动一下 刚才我们还开微笑说 任俊说 他还会站起来摸屁股 对不起 那个木偶 连摸屁股都不会 所以这个是一个台湾最大的悲哀 我们的行政院长 跟那个五分没退 教授人 教授人是同样的 空有他的学历 空有他的能力 身为激动人 觉得这样的一个隔魁 是激动的悲哀 是 梁旺 今天南方硕 他讲真的肺腑之言 你好 你道歉一下 会一个失礼 这最起码的 但是看这个样 他不但没有这一回事 还大张旗鼓 我们全胜利 其实我倒是看法 跟南方硕先生 有点不一样 我不是那么在乎 马英九的道歉 因为过去这五年来的观察 我发现马英九的道歉 通常都很廉价 我们 我觉得台湾人 不需要这样的道歉 马英九的道歉 一定是有前提的 如果假设他道歉 他一定会讲说 如果造成大家的困扰 如果造成经济的停摆 社会的纷乱 我感到不好意思 这种道歉太廉价 我们不期望是一个国家总统 口中有这样的道歉 而且 要马英九道歉 我们就可以原谅他吗 好像没那么简单吧 其实过去这一个月 我简单把美国跟台湾 做一个比较 大家看看这两个国家 差别在哪里 美国预算卡住 百分之百就是朝野恶斗 共和党要斗民主党 然后欧巴马 虽然上电视 接受采访的时候 有批评共和党 可是欧巴马 从来没有放弃过协商 他几乎每天 都透过民主党的参院领袖 或是欧巴马 自己来跟共和党来协商 最后协商过了 预算过了 明天美国政府开始运转 但是我们今天看欧巴马 他没有在镜头前面说 我们赢了 然后痛骂共和党 让美国空转 没有 他没这么困难 反观马英九 台湾的内斗是谁发动的 对不起 不是朝野恶斗 是直政党自己在内斗 然后再来呢 马英九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多少国民党大佬 连赞吴伯雄想要居间协调 马英九有同意要协商吗 大是大非 没有 对 再来 好 导格案你护航成功了 你看他充满了傲慢跟骄傲 是 你光这个比较 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国家的差别在哪里 这两个国家的总统 他的格局差别有多大 所以今天为什么台湾人会这么辛苦 将一话说到拼经济 我引述许文龙先生 曾经在他一本自传里面 那本自传叫从零到无限大 许文龙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许文龙说 他做行李做一世人 他最怕听到政府说要拼经济 为什么 你政府公司没拼经济 你如果没担钱 政府是没有产值的 他说政府能做的事情 就是你把法律制度做好 你把基础建设做好 不要搞政策 你把游戏规则做好 拼经济交给我们生意的人来拼 你政府不需要来拼经济 任俊还有没有印象 之前那种大是大非 这个王院长 你赶快回来解释你的官说 然后一个国庆 两个在讲 所以很多说蛮恶心的 你带我就带 两个大男人 这事情就了了吗 10月15号那一天 我看到江一话在立法院大院前面 笑得那么开心 请容我提醒一件事 在9月跟10月份 这个所谓9月真正闹的这样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计程车司机 用死见的方式 告诉国家领导人 不要再闹下去 这不是你的胜利 我必须要这样讲 这不是江一话的胜利 因为你的胜利是建立在 人民的痛苦 跟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上面 我认为政府执政者 他必须要看到这一点 我也不认为马江会 在这个时间点道歉 因为从这段时间 你会看到所有错都是别人的错 我认为最悲哀的 其实是来自于这里 请你记得 当你在那个微笑的那个背后 请记得有多少台湾人民 被你踩在脚下 是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赢了 如果他们真的赢了 台湾就输了 我们这段先到这 休息一下怎么继续 谢谢 看到媒体赶紧闪人 车上乘客就是钱保来投信协理 取乃证 代操劳退基金 却借机中保私囊1437万元 同样坑杀全民利益的还有他 前日盛投信投资长陈平 不法获利更多5768万元 两名专业经理人被特征组以 背信罪和内线交易两罪起诉 大量的获利之后 他先行下车 也就是先行这个出头股票 那么先行出头股票之后就获得暴利 那么获得暴利之后 股票就下跌 下跌之后 那个政府基金再卖出 损害于这个政府基金 以及投资大众 那么来保怒私囊 那么总共 这两位这个基金超盘手 自己图谋私利 达到7000多万 那造成政府基金 以及投资大众的损害 金额高达 38亿以上 劳退基金居然损失高达38亿元 特专组形容两名操盘经理人 手段恶劣 请求法院判处重刑 我许总组想要求问一下 马政府是不是很厉害 从监听到监看到 捏当捏腮捏腮捏狗 他都捏得到 900多万的劳退基金 一坑 30级亿又亏掉了 我们看其中一位 陈先生 他的爸爸是前国民党重要的党工 也是当法官 也是当立法委员 你看刚刚他们的照片 都一表人才 一仙光卓 我要对照一下 今天看到劳退基金38亿 之前握鬼官场劳工 请80位律师编2000多万打官司 那些人是应该领钱 领不到钱的 这个钱像亏38亿 就是这笔钱 最近有一个劳工 拿不到退休金 全家去下跪 这不是国家的责任吗 他遵守法律 他不应该领这笔钱吗 另外一个 华龙 大家还记得吗 罢工101天 要不是罢工101天 如果照他们劳委会的讲法 当初王如璇 要不是他们到马粪馆 去读马英九 他们会去看他吗 如果没有罢工101天 陈维廷同学带着同学 半夜在堵到门床 让机器没有搬出去 他们后来可以拿到钱吗 拿到钱是因为 刘正宏的太太 也买了副议长的地的一个房子 后来解决了 看到吗 我这两个是有关系的 各位知道吗 劳退基金 劳保基金 国家有法律 对有钱人都非常宽松 对劳工爱离不离 所以我们才讲一句话 劳工守法 资方违法 政府没办法 今天这个案子 不是个案 以外在工会告诉他 这些工会也好 还是劳退劳保 当期都是 会加一个地下 地下钱庄 合法的地下钱庄 今天大家为什么不敢动 今天这是冰山一角而已 冰山一角而已 现在劳退这边有一兆五千多亿 听清楚 如果今天挤兑的话 马上没有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今天发生这样的弊案 我要请问 心力除弊 不是马英九当初 接掌陈水扁政权之后 讲的话吗 心力就算了 弊案一堆有没有看到 而且弊案 都骂别人的时候 都发生在自己提拔的亲信身上 我想想想 有没有检讨 有没有任何反省 有没有羞愧之心 没有啊 所以今天站在网站 我要说 今天这个案发生的时候 对我来说没意外 像我张希中想要做 劳保基金 劳税基金委员 我都做不到 基金都会不会派我这些人 我有够族亲 我也会教你 因为你会监督啊 对 因为我加工会 没人控制的条 他都会叫我 去里面 选择奔 有时候拿劳保劳退 甚至以前那些 禁宝的肥 都拿去观光 各位知道吗 都对里面的肥用去用 这一件不是新闻啊 民进党也做过基金党 知道吗 在这些过程里 我来说 像今天这个案子 绝对不是个案 他们说现在要把这个基金 拿回来自操 自操听清楚哦 没关系啊 自操啊 这叫做自操 是 委外代操现在要自操 是 我觉得这就 立法委员的职责嘛 放在政府里面 到底政府应该是最安全的 对不对 是 为什么要弊端这么多 我跟你保证还是有弊端 有才能去看那些委员的成员 就知道那个结架是什么结架 里面的结架 现在这政党 所排在这些委员里面 什么结架 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我保证 制度的东西 刚才年凡公司 其实我最近在看 制度使国家伟大 虽然两党恶斗 美国也关了将近三个礼拜 对不对 可是你看 回来又回到制度 季风的时候 总统选举的时候 纽约有七百万人 没有电没有水 总统选完了 也没有这种 制度真的使国家伟大 所以今天我觉得台湾 空有制度 没有人要遵守 大事大会不见了 监听也没有事 程序正义也没有 嘴巴讲两项公约 两项公约还要做这个事吗 表示嘴巴讲的一套 做的一套 才是今天 光鲜亮烈 或在头前 人模人样 会做难道女昌的事 还给他痛苦的 都会比较痛苦的人 是 资政兄 刚刚徐聪兄说的 光鲜亮烈 光鲜亮是有两种 一种衣服穿得很漂亮 头发梳的油亮 另外一种 嘴巴话讲得很漂亮 马英九如果 他如果大事大非 可以放在跟老百姓 有一点点心放在那个地方 今天会发生这个事情吗 马英九在他的国庆文告里 怎么说 遵守宪法 重视法律 都还是讲一遍 他就是光鲜亮令 可是满嘴 就是仁义道德 但是满肚子里面 是难道女昌 我们要知道 这劳推进行是 劳工的 所有的人的保命钱 政府有没有 把这笔钱顾好 还是说当做别人的钱一样 随便乱玩 把人家洗别了 更糟糕的是 这操板手 他违法乱七这一回事 但更重要的 这些委员 难道没有任何人 应该负起责任吗 等到发生事情了 然后这个所谓的检调 当时开始调查之后 这是已经事后的事情了 在过程当中 难道这些所有的委员 过去两年三年 都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吗 一定要有人负责吧 现在好像看起来是 法律归法律 然后他们都没责任 这是不对的嘛 所以刚才徐中中讲得很好 就是说 还是回到制度面的问题 这些被政府 聘用这些委员 也领了一些必要的费用嘛 对不对 那这些有没有扮演好 该监督的角色 而不是说 通通交给这个所谓的 这个检调单就处理就好 这是事后已经发生事情 已经太晚了 另外一个 就跟你讲 冰山一角的问题 就我们了解 他只是四大基金都在查 现在只有劳保基金 在查而已哦 劳退哦 其他基金有没有问题 如果都有的话 那台湾 所有人的退休金 损失更大 所以这些讯息 就是跟马英九讲 你们真的 你们的眼光 还有你们的精神 放错地方 各位朋友 经济不整齐 九百万劳工退休金 一而再三被人家坑杀 好了 现在连每天要吃的白米 下锅煮菜的食用油 也被掺入劣质品 食品安全千充百贯 政府你到底是兜兜位 我们来看一下 有造成消费者的一个余力 本公司真的在此深深的感到抱歉 拿着声明稿大统公司副总 一字一句的念 一开始站在一旁的董事长高正立 只是抿着嘴 不发一语 眼见记者不停追问 他急了再道歉一次 带着公司干部鞠躬道歉 老牌的油品公司大统 爆出橄榄油纯度不足 明明标签上贴着西班牙进口 百分之百特级橄榄油 却被查出橄榄油成分 只有百分之四十 剩余的百分之六十 竟然是添加低价的棉子油 和葵花子油 但董事长赶紧出面喊冤 当生产葵花油后 再来生产这个橄榄油 就是稍微会 就是在这个管线上 稍微会混合到 染到这样 真的是不小心混到吗 其实业者号称百分之百橄榄油里头 其中百分之四十的橄榄油 成本大约九十元 其余的棉花子油只要三十元 葵花子油也大约五十到六十元 成本真的差很大 不只纯度堪绿 连橄榄油金黄绿色的色泽 也不是纯天然 是用铜叶绿素下去增色 这个叶绿素在国外 是很高档的健康食品 它一公斤是好几千块 健康食品 这是我们台湾不会用 董事长口中 号称高档的铜叶绿素 其中是人工合成色素 不能用在食用油 彰化性卫生局调查发现 总共有五十三种油品 通通中标 封存超过九千五百瓶 一万六千公升的油品 各位朋友 你们有害逗呢 稍微去染到 人家是说一百公斤去染到一公升 他不是这样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 饭店来说我们这里卖的是上等的牛肉 结果他用别的肉给你插下去 那就算了 他说我是上等的兔子肉 他给你插烂的马肉 结果被抓到人家问说 那你到底比例多少 他说一半一半嘛 怎么一半一半 一匹烂马配一匹一只兔子 一半一半 哎 原谎 这种事情 一而再 再而三大家记得又有米啦 现在又有油啦 有哪样事情是安全的 但是政府管得了这种事情吗 对谢老师其实你问到一个重点 也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你说这种黑心食品 有毒的食品 为什么在马英九执政之后特别多 你看我帮大家回想一下 两千空八年马英九接近第一档 三聚清安 是 塑化剂 然后呢 毒淀粉 黑心米 黑心油 为什么特别多 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去搜索 这个问题 生意人当然江本足利 赚钱是每个生意人都想的 但是这种赚钱方法是绝对违法 而且我们绝对要谴责的 可是我们话说回来 为什么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这种事情特别多 我认为不外乎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你的政府都在睡 你平常没有在做 比如说像上次毒淀粉的时候 因为我个人我很爱吃肉丸 我常常我们家附近那一间肉丸 我也没买 我问有什么没买 他说我没办法卖 卖客人不敢吃啊 因为把我们当时是毒淀粉 这个首选的嘛 后来政府想了一个天才说 你卖的店家 你要自己查核啊 请问我请问大家了 送检验一件 三千五千七千不等 请问这个店家他有能力吗 好那店家查核怎么办 很简单 有一天我去他店里 看见柜台上面贴满了检验合格证 我说你这哪里来 老板很老实 公货厂商给我的 谁知道真的假的 因为老板他也没有能力分辨真假 这个就是政府的做法 他所谓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照理说这个应该是政府从上游 所以政府不做事 第二件事情 在各种民生物资 尤其是油店各种原物料 大涨的情况之下 人民的收入普遍减少的情况之下 其实厂商他也有他的难处 厂商的难处是什么 我不敢去购 我去给美金不会出去了 但是我成本真假 要怎么办 正常的厂商 我就咬牙苦撑 想办法降低我的人事成本 我的其他的开销 那有些厂商呢 心一横 好吧那我就搞一些裂子品 黑心的商品来 鱼木混猪嘛 可是你追究这个源头 如果不是利介境户 你当时有多少专家苦口婆心 跟你讲 油店不要砸 那个东西是政府可以控制一下的 你不聽 你要去 所以一再造成後面 很多這種黑心的食品 可是最後受害的是誰 跟剛剛講的那個一樣 受害是誰 受害是最基層的一般的人民 因為我們都是消費者 我們都是受害者 老師你剛才講說 你不是前幾天才買了一桶嗎 我就剛剛那兩罐 大桶的 沒有錯 右邊那一個 沒錯 就是一大罐的 我就是買那一種的 那請問你今天回家 會不會把那個油丟掉 一定丟掉 我太太看新聞就丟掉了 一定丟掉 那個錢找誰要 對啊 你找誰要 沒有人 沒有人會陪你 對不對 那這個事情 這個時候政府 你是不是該出來解決 你是不是說 消費者拿回去退 然後要求廠商 你一定要全額退費給人家 同樣的 旭中剛剛講到 那個勞退勞保 相關的法律 明明規定 公司要提拨勞退基金 有多少公司不提拨 政府不知道嗎 都知道 為什麼不罰 每次出事的時候說 沒有 這個負責人已經脫產 你為什麼要等到他脫產才查到 難道他在開工廠的時候 你就不會每個月去追討嗎 那很簡單 追討不到 你不繳是不是 不繳就封掉 或是從你的資產裡面扣掉 政府可以做 他可以動用很多公權力 來做這些事情 但是他都不做 各位朋友 馬英九這次戰爭風波 如果他平常一直到現在 給人民的感覺 就是說在經濟上 至少有用個心 今天即便戰爭突起 他會掉到9.2嗎 不可能 當15號不信任案沒過以後 第二天 江奎就找了兩個地方 一個叫台積電 一個叫航空城 煞有其事 我在想奇怪了 那10月15號之前 一直到去年1月份 他當院長 這段時間 他到底去了解過 航空城沒有 他到底有沒有去過台積電 一次沒有 就事後趕快 給自己再加分 我沒過 新人案沒過 平經濟 好 第二個 當縮花集完成 發生以後 我們應該會檢討 要有SOP出來 可是得到我們毒澱粉的時候 一樣沒有SOP 一樣是自己檢查 你自己貼東西 就像剛剛講的過程 那我要請問 馬英九總統 只想搞中央政府的檢說 可是檢說之後 昨天資料出來了 越來越大 關越來越大 然後五都 五都以後 在他任內 為了要防堵周襲偉 結果讓台中 台南 都一起搞 要搞 大家來搞 搞了以後 多花了1089億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馬英九要搞油電雙掌 他的目的是要 要追求公民正義 因為你們這個不能拿太便宜了 你們不能 結果他該檢討沒檢討 所以看得出來 馬英九追求虛名 那該包含他服貌 我說實話 ECFA簽完之後 我們主要目標是什麼 我們覺得可以跟東南亞接軌 結果接軌都沒有 美牛 進來了以後 我們跟TFA接軌沒有 所以說 經濟沒有人 人民沒有錢 賭菜 但是 除了這個以外 食品安全的問題 又層出不窮 一年前的塑化劑風暴 今天法院對受害民眾的 集體求喪 做出了判決 馬政府 能不能用這個判決 真的來還人民一個公道嗎 了解一下 使用了這個 參有塑化劑原料的產品 所導致 所支出的醫藥費用 減少的勞動力的損害 以及因此所增加的生活上的 費用 法官 承擔法官認為 這個部分原告 並沒有提出證據 來證明 塑化劑判決出爐 法官判決廠商 只需賠償消費者 當初所購買的產品總金額120萬 其中一家只需要賠償9塊錢 一開始消費 待會跟廠商求償72億 後來降為24億 但如今只需判賠120萬 落差這麼大 讓這些受害者 實在厭不下這口氣 賠9塊錢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給你10塊不用找了 他一點都沒有達到 嚇阻犯罪的效果 而且他還鼓勵 鼓勵繼續犯罪 因為原來犯罪 萬一被抓到了 也不會就是這樣輕判而已嗎 我覺得很傻眼啊 感覺好像那些廠商逃漏稅 然後被抓到瞌睡 感覺就這樣子而已啊 家長通比法院 完全忽視小朋友的健康 但法院主張因為證據不足 所以廠商不用負責精神賠償 甚至說判決是參考實管署的網站 承辦法官認為 消費者在使用了含有塑化劑的產品 可以透過尿液跟糞便排出 對身體健康並沒有造成實質上的損害 塑化劑會自己排出體外 所以那些過早就來生理期的女生 她生理期會中止嗎 不會吧 那些已經出現女性性徵的男生的小朋友 她會因為塑化劑排出體外 而造成這個女性性徵消失嗎 我想這些都是不會的 我們會提起上訴 在二審的時候 我們會積極的跟法官解釋 人君 這不是在鼓勵所有的廠商造假嗎 反正台灣人身體盡用 放一個無聊 整個都給他傳出去 剛剛那個是瑞士運動以後 不會多少 瑞士運動以後 是有名的大家聽過吧 不會多少 高坑 不會高坑 你叫人民如何吞得下去 這樣的一種食品衛生的 這樣的一個處罰跟管理 這種法官的判決 你光聽到真的傻眼 你如果吃不死 拜託的不用賠 沒有證據 自行可以排出 我覺得今天 我們回來看這麼多的問題 你看像這一次 我們講說這個油的事情 在之前米的事情 在之前塑化劑 我真的想問一下 哪一件是政府查出來的 哪一次不是靠民眾去檢舉之後 才發現這個事情越拚越大空 哪一個不是民生第一直線關係 沒錯 我們的政府官員在做什麼事情 你現在每一個人所領的每一塊錢 都是我們大家坐在這邊納稅給你的 你今天領得心安理得嗎 而且我們再回來看 政府的職責是在什麼 政府的職責不就是在幫我們健康 去做把關嗎 結果這一段時間 你居然可以看得到說 好一個塑化劑的事件 他可以判成這樣子 一百二十萬 不是說要跟他求償天價或什麼的 可是你光去想 什麼這樣叫做說 我沒有辦法去證明說 你這個東西是不是跟他直接有關 這太離譜了 今天政府他最大的目的是 幫民眾去捍衛民眾的健康 這才是你真正的職責 不是來去替廠商去關脫 我今天覺得說 政府今天他的利潤 跟我們利潤最大不一樣的地方是 政府他永遠只選擇 跟企業站在一起 今天剛才我們看那個油的老闆 他說什麼 說我現在餐的東西 這外面是多好東西 是你台灣不會用 我跟你說 你不覺得他跟我們政府官員 講話很像嗎 我辦案辦不出來 是因為大家嘗試都不足 所以都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說 老闆剛才這樣說 你們大家不能用 我只知道這是好東西 當政府的官員胡鬧到這種程度 我跟你講不孝商人 就會拿你來做他的榜樣 是 所以你叫老百姓 如何能夠接受 你是一個稱職的總統和院長 我們今天先告一下 稍後再繼續 謝謝 抗議雞蛋直接砸向總統府方向 2012年10月28號 官場工人連線號召群眾齊聚凱盜 企圖淡喜總統府 同年9月10號 官場工在凱盜 也曾經發起的普渡活動 如今傳出 參與兩場抗議的官場工幹部 面臨牢獄之災 繳稅給政府 不如燒給好兄弟 我們去進修啦 就是閉關嘛 被關呢 我們是認為說 我們現在是進去閉關嘛 這不是犯罪行為 這反而是一個 就是說抵抗的一種 事蹟 被判刑 我們都感覺這個是光榮的事情 因為 起碼我們是為了工人在做事 不是為我們自己個人的事情 我們只能用這種 最 怎麼樣 最原始的方式 就是我們憤怒的時候 會丟 丟止東西 可是這個不會傷害到人 我相信他們的房屋 非常非常好 只是表示 台灣工人對他的 執政五年來的 非常非常不滿 我們不會要 按照他的遊戲規則去玩 我們會想辦法 突破他遊戲規則 你不讓我們有 我們機會 尤其跟表現自由的話 那我們就這樣 就只好準備要 要付法律的風險 但是我們非做不可 出席天津 東亞運選手的慶功宴 江一華不談政治 這會兒他的任務 是好好表揚 表現優異的選手們 江一華在台上說的 沒飛色舞 但台下的選手 大部分都在當低頭族 拼命滑手機 最吊裹的是 中華男排隊的桌上 既然被貼了一張 今天拆大譜 明天拆政府的貼紙 不清楚 不知道 還有人直接離開座位 不想被鏡頭捕抓到 雖然江一華在體育場合 刻意不觸碰政治議題 但對於馬政府的施政 這些在外替台灣 爭取榮譽的體育選手們 卻用了另類的方式 表達無言的抗議 徐中兄 剛才這個新聞 有兩則新聞 一個就是官場功能去抗議 現在要判勞役 拘役 另外一個訊息也很有意思 就是江一華 講比較快點去掛中央 上面放了一張 明天拆政府 換句話說 都是衝著政府來 政府被冤枉嗎 我覺得今天看到 吳永義兄跟林子文 如果他們真的不繳華 願意入獄 我要講 台灣做運動讓我感動的 讓我欽佩還真的沒少人 當你真的是做運動的人被判刑 要當作光榮的印記 如果今天我快點知道要去握過 我下面後面還有 黃德北老師 那個當初當火車 那是一定公共危險罪 做這個動作 敢做這個動作的人 表示說他是玩真的 玩真的之後 事後就要用什麼態度 我覺得剛剛毛振飛先生反應也還好 可是我覺得講更明確 台灣的工費 包括我做工頭 即使我現在受到報酬 台灣工費都不是主流的價錢 大家不真的假面去看的工人 做報酬 報酬也可以做夠收 好像學校說也可以做工 不過我們就是沒有平常的概念 今天 吳永義是 博克萊建築措施 他爸爸拿一百萬給他奪博克萊 回來當中國時報記者 跟今天丟雞蛋 全民健保銷 破一次十幾個月 現在還有一次 對現在的人 我打從心裡佩服他們 當然運動的方式 有些東西有很多可以檢討 可是今天馬政府再執政 看到了 再換二度執政之後 這個國民黨有什麼改變嗎 原來抗議他們的人 現在你看再度要入獄了 我覺得我要特別講 入獄不是我們的目的 不得已 必須付出的代價 我希望每一次代價之後 台灣往前進步 對抗議的牌子 台灣在進步 是 台灣在進步 陳偉廷那個鞋子撐起來 我說這個小孩 改變台灣 現在大家都拿鞋子 要撐是不是 現在國民黨的全會 現在大家都收到鞋子 要去台中五車撐是不是 是 對一個有權利的人 要動作壞人 這是我現在我的體會 有管理的人 你如果動作壞的人 來感讀 不然你看看 感聽的事情你看看 本來在頭上 台灣的總統 抑正言止說 這無法不行 一定要怎麼樣 到現在呢 手 然後又鬆不拿 像我們娘 他鬆什麼 他鬆不拿 到底你是在鬆什麼 大四大會也你說的 事情都不解決 亂 你贏的 不知道怎麼贏的 到底你們沒辦法 所以台灣人民 目指標清楚 今天這個一個公運 一個是表揚 我們先東亞運的選手裡面 放這個牌子 它背後代表一個故事 台灣的人民意識在成長的 這個就是國家進步 所以我說做這些動作 是讓台灣的民主魅力慢慢展現 可是我相信還沒有那麼成熟 所以今天我要 我不知道祝福 這不能講祝福 永毅兄跟子文兄 我希望如果你們真的選擇入獄 我覺得要建立標竿 既然要為弱勢發生 這就是我們的選中 光榮的印記 真的是光榮的印記 我告訴你 台灣的工 不能夠立交給平坊 才要抗議 就是要抗議 要抗議 要有權利意識 管理不會從天上落下來 要自己站出來的政策 台灣的法律實在很好 不過頭突然你看 頭突然討論到這裡 對災團放水 要反兩個人不用反 對樓港你看看 十六年前 應該他扶的這個人沒扶 還可以用你的錢請律師來對付你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 是 沒有錯 塑化劑背高價 這個幾十億家產的公司 背高價 但是官場功能抓去櫃 志順兄 我們看剛剛那一桌 江一華區的那桌 上面寫著 明天財政務說真的 剛剛這個徐中兄 對吳永毅他們這件表示敬佩 我一起敬佩 我也要在那邊表達 我們不曉得是誰放的 但是 這一些 這一些國手 真的 不容易 我也給他敬佩 為什麼我們要敬佩 其實從白山軍 從這個 133聯盟等 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站出來 或是黑色島國這些 通通是年輕人 那年輕人常常是這個社會 最重要的一個良心 因為他們被社會污染 更重要他們是有正義感的 所以看到這些選手 在這個桌上或者是其他人 放上去 他們也沒有把他拿走 就放著 對 代表什麼 他們認同這樣的一個理念 換句話說 這個政府現在是惹惱了全民 全世界大概沒有看到一個國家 警政署來夏令亞要準備補鞋網 全世界有幾個政府說 為了要補馬英九 要求各分局 派出所都要準備補鞋網 馬英要拿起來 馬英要拿起來 幹什麼 笑話 沒有一個國家 政府用這樣的方式來面對自己 可見 這個是丟馬英九的臉 因為什麼 警政署原派馬英九去哪 都有人丟鞋 是 那代表什麼 一定要小心 全台灣都要丟上鞋子 但是事實上 丟鞋子是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人民已經對這個政府相當不滿 阿拉伯國家 為什麼丟鞋子 代表什麼 鞋底是一個很髒的東西 所有鞋子丟你的時候 表示我是根本看不起你這個人 你比鞋子還髒 你比鞋子還髒 是 所以丟鞋子是一個 對這個政府 相當不滿意的一種 所謂宣洩 或者表達不屑 這樣的一個做法 文庸兄 說真的 在那一個等於是慶功的場合 政府 高官 政府 一定來握手致意 感謝跟恭喜 在正常情況下 說真的 要去抵制他 OK 可是不只是抵制 而是放一張這樣的一個牌子 明天拆政府 我覺得這真的 你想看那個心理的過程 不容易 這些選手 理論上來講 他們應該是跟政治是無關的 可是他們也看到台灣的現象 他們心裡也有不滿 好啦 就算那個牌子 是服務生放的好不好 進步 那更進步 連服務生都會放 服務生如果放 應該不會只放一個 那同學故意說 我不知道 香港我不知道 但是同學認識字 對 還會放那邊 好 我就想到說 我這突然想到 農運 團體的那些學生有沒有 他們到行政院去丟漆 丟完以後 坐下來 那你抓 以前是 反正快散 丟完 然後找不到人 OK 沒事 你能不能認識他 不認識 通通坐下來等你 你抓我 這個已經完全改變了 我要拜託 還有 你剛才說 詹姆阿衛 詹姆阿衛 馬英九 這個東亞運選手出去以前 就沒看你們說 對 是啊 你好好 好心 你好歹說出去以前 看到一人送個東西也好 好嗎 現在回來咱們台灣會 嘉義化還在說 你好高 我好高 我好矮 幹什麼 我跟你講 丟鞋子 丟不到 都是已經丟臉的事情 沒錯 被丟鞋子就很丟臉 是 所以你說看他 布希說什麼 沒有啦 被丟就很丟臉 但是更丟臉的是說 請問總統 請問嘉義化 你們有沒有去反省自己 為什麼人家會做這個動作 是 那個網現在更厲害啊 以前那個網那個網目 比較大一點 對不對 下一位很擔心 他丟蛋了 還細一點 現在連那個蛋汁都過不去 是 我今天 後來我聽一個朋友說 其中有一個 有一個籃球國手 他說我誤會了 為什麼沒把它拿走 我以為今天不是吃夫龍豆腐 今天吃明天菜政府 是另外一種菜的名字 連這個都變成菜 當然也有可能 可是 林晃 這個情況 說真的 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難以想像 嚴重 我覺得臺灣真的 真的變了 以前這種情況 球隊這個 中間拜登來 這個長官接見 在講話的時候 底下誰敢滑手機啊 即使聽不懂 也要硬撐著眼皮在那邊聽 當然桌上也不會出現這種 反政府的 這個牌子 我覺得這個臺灣是往好的方向 在發展 顯然今天拆大埔 明天拆政府這一句很簡單的口號 他已經升職人心了 而且 原本最早的訴求 是因為你政府強增民地 原本只是用在對抗土地徵收 可是現在明天拆政府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應用的範圍越來越廣泛了 各種任何對 你只要對政府不外 你要把政府控制 都可以用明天拆政府 這個口號來適用 其實我覺得這個政府你要很注意 沒有錯啦 你的鳥網 也許擋得住鞋子 也許擋得住雞蛋 可是你再怎麼密的鳥網 再多的警察 再多的維安人員 你擋不住人心 我覺得人心喔 其實他們看得很清楚 也不過是一年半前 拿765萬票的馬英九 現在竟然要靠鳥網來保護他 是 大家不覺得這個畫面非常的諷刺 而且讓人家覺得非常的丟臉 說實在 我是真的很誠心建議國民黨 這是當然看國民黨撈開 我是很開心 但是我們國家不要撈開 是 拜託你全代會不要拿出來 因為國際媒體會拍到 好 來 這一段先到這裡 稍微休息 後來繼續 謝謝 林俊說真的 現在最急的行政院長偏經濟 是跑這種行程嗎 去跟人家恭喜恭賀這一類的話嗎 是跑行程還是要真曝光 我講難聽一點 你現在那一些的那些選手 有很多人就是跟我們剛剛討論 那種中低的家庭 或是勞工家庭出來的 你以前有沒有去幫助過人家 人家拿一個金牌錢回來 你就去噴噴了 要那個版面 我講實話 重要嗎 你今天只是要去那一個說 拍到我好像很高興那個樣子 可是請你記得 剛剛我們講到工廠 官場工人聯繫他們 他們爭的是什麼 一個月兩萬塊三萬塊 不是要跟你討二十萬 三十萬的 他只是要他可以得到的東西 一個月兩萬多塊 在你眼中或許不算什麼 我去參加那種參會 我一家二十萬 三十萬拿出去 吃飯我笑話 好像我就是餘有榮業 好像我替你們爭取多少 對不起 他們都不是靠你的 他們都是靠自己努力來的 現在有那麼多的人 為了要爭自己該有的權益 在那裡跟你政府求情 我講實話 大家只是祈求什麼 祈求你政府用斜眼看我一眼 你不要用正眼看我 你最少斜眼看我 可是我們政府都不願意 我特別補充一下 今天辦會的那個主人 我們都認識 他告訴我們說 本來是沒有安排這個行程 沒有安排這個時段 所以院長去是臨時加的 他需要這樣的場面跟舞台 對啊